大家好 这一课我们要学习的内容是使用PyTorch来生成一些这个数据 那首先的话我们也是新建一个Python的一个程序 然后我给它起一个名字 比如说叫做数据生成 我看一下 之前有个这个文件我先把它删掉 数据生成 那第一步的话我们也是先import touch 先把这个touch给再入 shift再加回车把它运行一下 然后的话我们 比如说我们先生成一个全都唯一的这样的一个矩阵 全都为一的一个 这里后面这个二和三呢是表示它的形状 这里是两行三列的全都为一的这样的一个矩阵 好 然后我们再生成一个全都为零的 比如说三行三列的一个矩阵 然后shift再加回车运行 那这里得到三行三列的里面都是零的这样的一个矩阵 如果我们想生成这个随机数的话 可以使用这个rand 然后里面的话也是可以传入一个形状 三行四列 那这里是可以得到一个三行四列的这样的一个随机数 这个随机数的它的数值范围呢是在0到1之间 那我们想如果我们想查看它的这样的一个使用方法 它这个函数的使用方法 我们可以把光标移动到它的这个括号里面 然后呢先按shift再按tab 这个tab呢按两下 这里呢可以查看到它的函数说明 那这里呢可以看到看到它这个它说它返回一个tensor 这个tensor呢它是在这个0到1之间的这样的一个随机的数值 如果我们想得到这个生成一个随机的整数的话 可以用这个函数 它是用来生成一个随机的一个整数 那这个整数的范围呢我们可以自己设置 比如说这里我设置它是0到10之间 然后它的形状呢是后面的一个 后面它的一个属性的是形状 形状是两行三列 两行三列的这个从0到10之间的这样的一个随机整数 那就可以得到下面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那如果我们想生成一个随机的一个 符合正态分布的正态分布的这样的一些随机数的话 可以用这样的一个函数 那这里的三式呢是三行四列的 然后呢符合标准正态分布的这样的一个随机数 它符合标准正态分布的这个随机数呢 它的这个数值呢可能是正的也可能是负的 就有正有负 好 那前面这些呢是生成这个 生成这个数据的一些常用的一些方法 那在上一节课的话我们也有讲过 那我们一般来说呢 我们定义一个Tensor呢可以用这个Torch.tensor 然后后面里面呢 在Core里面呢我们可以加上一些这个 加上一些数值 比如说这里 这里我生成一个三行两列的一个数 就是一二然后三四 然后呢这个五六 这里是一个三行两列的这样的一个Tensor 这个数据 我先生成完之后呢保存到A里面 好 那这个A呢 它现在呢就是这样的一个三行两列的一个Tensor了 那么我们可以基于这个A 基于这样的一个A这个Tensor 然后呢生成这个B 就是我们现在呢要生成一个跟A 它的这个形状以及数据类型相同的 这样的一个TensorB 那我们可以用这个Rand Lack RandLack 就是随机的 然后呢又跟这个A长得很像的这样的一个意思 就是跟A很像的一个随机数 这个DType的话我们可以再设置一下 比如说DType我们设置为Float 然后得到这个B 那我们用行一下 那么这个B呢 它是跟A的形状是一样的 但是呢它的数值呢是随机的 这个随机呢是从0到1之间的这个随机数 然后数据类型呢是Float的类型 用这个方法呢是生成一个跟A形状一样的 然后呢一个随机数B 好 那查看这个数据它的一个形状的话 我们前面有讲过 就是B.Ship 或者是说 可以答应出来 比如这个B.Ship是可以查看它这个B的数据形状 或者是 使用这个B.Size 查看数据的形状 这两个方法呢是一样的 这两个方法都是 这个 查看数据的形状 然后运行一下 那这个数据呢是三行两列的这个数据 好 那如果我们想修改这个数据的形状的话 我们可以B.View 是修改它数据的形状 比如说6 然后 那这个View呢就是可以修改数据的形状 然后呢把这个三行两列的数据呢 变成一个6 变成一个6 6的意思就是它是一个一维的数据 然后这个一维的数据呢 它一共有6个值 就是修改了数据的形状 它的作用呢 这个View的作用呢 它就有点像那个 它就等于等于那个 嗯 或者说相相当相当于这个reshape reshape如果大家之前有用过那个numpad的话 应该应该有了解过这个reshape 它是可以改变数据的形状 可以把它变成一维变成三维 或者三维变成一维 或者两维变成五维 就是把它的数据的维度做一个转换 然后的数值 它里面的数值是没有发生改变的 只是数据的维度发生了改变 那这里三 三行两列的这个数据 那现在变成了一个一维的数据 这个一维数据呢 它有六个值 就修改了数据的一个形状 就相当于是这个reshape 那修改数据形状之后呢 我们再去查看它的shape 那我们就看到它这个形状呢 就变成了六 那就是变成了一维的数据 一维数据一共有六个值 好 然后 这个view 也是 也是这个 也是跟前面这个一样 就是改变它的数据的形状 那下面这里的话 我们把它变成 比如说把它变成两行三列 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b 那再看一下这个d 那前面呢 它这个数据呢 是三行两列的数据 然后现在的话 我们把它改成 把它变成了这个两行三列 它里面的数据的数值 是没有发生改变的 数值还是这六个值 只不过数据的形状 发生了改变 前面是三行两列 现在变成了两行三列 然后 在这个pytouch里面的话 它也可以用这个reshape 那现在d呢 它又变成了一个 一维的数据 一共有六个值 这个reshape和这个view呢 它的用法和作用呢 都是一样的 就是改变数据的形状 就是你喜欢用哪一个都可以 好 这里我们打印出来 看到这个数据呢 它是一个tensor 它前面有一个tensor 那如果我们想把这个tensor 把它变成Python 环境里面的一个 标准的一个数 标准的一个数据的话 我们可以使用这样的一个方法 下面要讲的这个方法 比如说我们获取这个d 这个d 这个tensor里面的第一个值 那第一个值呢 就是这个0.7155 就是这一个值 那我们获取这个值之后呢 我们看到它是一个tensor 那如果我们想把它变成一个 Python里面的标准的一个数据数值 我们可以再给它加一个点item 然后一个括号 点item 我写在下面这里吧 我把这一个写在下面吧 好 然后运行下面这里 那我们看到它是一个0.7154 如果我们这个四舍五入的话 那它就会变成0.7155 也就是前面上面的这一个数值 那加上这个点item的话 就可以把它变成 Python环境里面的一个 标准的一个数值类型 它就不是一个tensor 它就不是一个tensor 它是就普通的一个数值 那这个item呢 它只能改变一个值 这个点item呢 它只能把一个值变成一个 就是把一个tensor的一个值 变成这个Python环境里面的一个 标准的一个值 那你这里的用 你这里使用的时候呢 不能直接d.item 因为这个item呢 它只能修改一个值 那d.item呢 d.item呢 它这里就会出错 因为这个d呢 它里面有六个值 这六个值呢 你不能一起把它变成 这个Python里面的这个标准的数值 它只能修改一个 好 那下面这里的话 我们导入一个numpy smp 把这个numpy给导入 那这个PyTorch呢 它和numpy是很像的 它这个 它里面的函数 或者是这个 数据处理的方法是很像的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PyTorch里面的 这个tensor呢 直接转化为 这个numpy里面的 这个numpy array 那转化的方式呢 就是np.array numpy array呢 是numpy里面的 最常用的一个 就是numpy里面的 这个常用的这个数据类型 就是numpy array 这个numpy array 相当于就是 这个PyTorch里面的这个tensor 好 那这里我们把这个d 把d这个tensor呢 放到这个numpy array里面 把它变成一个numpy array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 比如说这里得到一个e 然后呢 这个e呢 它现在呢 就变成了一个numpy array 它的 它的 数值呢 是跟这个d里面的数值 是一样的 只不过呢 它的现在的这个数据的 这个类型呢 就变成了一个numpy array 它就不是一个tensor 这个呢 是把tensor变成numpy array的 一个方法 顶错 好 那 下面我们生成一个array np.array 然后呢 是给它一些值 123 然后我们再查看一下这个array 那个这个array呢 它就是123 那如果我们想把这个 想把这个numpy array呢 它的数据类型呢 把它转化为tensor的话 那我们可以这样 我们定义一个tensor 它是这个touch.tensor 然后呢 再把这个array呢 放到这个tensor里面 放到这个touch.tensor里面 好 那现在这个array呢 它现在呢 就变成了一个tensor 那我们再查看一下 这个tensor 这个tensor的数值呢 它就是123 跟这个array里面的数值是一样的 那这里呢 讲到的就是把这个tensor变成这个numpy array 或者是说把这个numpy array变成这个tensor的这样的一个互相转化的一个方法 好的 那这节课的话 我们就讲到这里